《上门龙序》第3213章 全得看夜尘脸色 北欧皇宫 罗斯查尔德父子二人 隔了一天再次受邀来到这里 参加女皇海伦娜的宴请 霍华德早就已经迫不及待 因为他知道 AI模型已经交接完成 海伦娜也该兑现承诺 把那半颗散血救星丹 卖给自己了 说不定 这顿饭就是为了这件事 不过他心里又有些搞不明白 自己已经跟海伦娜达成约定 不当着自己儿子的面讨论丹药 如果他今晚要卖丹药给自己 时机似乎又不是太合适 至于一旁的史蒂夫 他现在对北欧皇宫 已经提不起半点兴趣 他只想赶紧回纽约准备一下 然后尽快去华夏 所以这次晚宴 整个人也有些心不在焉 晚宴开始之前 海伦娜给夜尘打去电话 在电话里请示道 夜先生 我稍后会和罗斯柴尔德父子 共进晚餐 想问问您 要卖给霍华德 罗斯柴尔德的半颗丹药 您打算什么时候给他 如果今天不准备给他的话 我就隐晦地跟他说一下 夜尘笑道 先让他踏踏实实吃饭 我稍后就过去找你 到时候把丹药给你 顺便再见一件史蒂夫 海伦娜问 那今晚就把丹药卖给霍华德 对 夜尘道 今晚就卖给他吧 这样明天 就可以让他回美国了 好的 海伦娜笑着说道 您到皇宫跟我说一声 我去见您 挂了电话 海伦娜便起身前往宴会厅 此时的罗斯柴尔德父子 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眼见海伦娜还没到 史蒂夫忍不住低声问霍华德 父亲 您这里的事情 应该都办得差不多了吧 打算什么时候回美国 霍华德心里有些没底 她的工作已经全部做完了 AI模型顺利完成交付 剩下的就是 海伦娜如何使用这套模型 跟自己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但问题是 自己还没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 500亿美金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着再买海伦娜半颗丹药 可海伦娜迟迟不给自己一个准线 这让她心里多少有点忐忑 她倒也不是害怕海伦娜忽悠自己 主要是担心 这件事中间再有什么变故 万一海伦娜觉得 AI模型还要继续试运行 慢慢验收 那自己就得继续等下去 于是 她便对史蒂夫说道 事情虽然办得差不多了 但我还有些合作 想跟伊利亚特女皇再聊一聊 快的话一两天 慢的话 可能得还要多等些日子 史蒂夫便道 父亲 要是这里没有什么事情 我想先回纽约准备准备 然后抓紧时间启程去华夏 您看可不可以 霍华德心思立刻活动起来 虽然史蒂夫之前就表明态度 要一个人去华夏开拓业务 算是主动避嫌 让自己放心 但她现在对史蒂夫 还没有百分百放心 毕竟 在史蒂夫还没有去华夏之前 都不能完全确定 她是不是发自肺腑 万一是跟自己放个烟雾蛋 这时候 借口先回纽约做好布局 自己岂不就被动了 死损片刻 霍华德便开口道 我估计我这边的事情 也就这两天 我们就不必要一前一后回去了 你再陪我等两天 史蒂夫无奈 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便开口道 好的父亲都听您的 正说着 一身礼服 端庄大气的海伦娜 在老女皇的陪伴下走了进来 父子二人见此 立刻停止交谈 一起站起身来 海伦娜提着裙摆 来到二人面前 微笑说道 两位不必这么拘礼 快请坐吧 二人这才重新坐下 刚坐下来 霍华德便忍不住开口道 女皇陛下 如今合作 已经基本完成 不知您这边还有什么需要再下去办的 还请尽管吩咐 待办完事情之后 在下需要先回一趟纽约 待处理完纽约的事情 再来北欧 开展新一轮的投资 霍华德话说得很隐晦 但海伦娜很容易就能听出里面的前台词 她无非就是想问自己 什么时候能兑现承诺 最好是尽快兑现 她好及早返回纽约 于是 海伦娜便微笑道 我这边没什么其他需求了 罗斯柴尔德先生 如果有事要回美国 明天就可以回去了 霍华德听闻这话 本能地心下一喜 觉得海伦娜这么说 想必是要兑现承诺了 可是紧接着 心里又紧跟着一阵忐忑 万一海伦娜说的就是字面意思 直接就让自己明天回去 那怎么办 毕竟 关于丹药的事情 她是连一点隐晦的信息都没提及 就在霍华德吃不准海伦娜的路数 不敢随意答应的时候 海伦娜开口道 对了霍华德先生 等晚宴过后 还请多预留一点时间 关于之前的合作 有些事情需要再跟您复盘一下 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大概也就十几分钟 您应该方便吧 霍华德一听这话 整个人顿时激动起来 连忙点头道 方便方便 那就好 海伦娜点点头 微笑道 届时就劳烦史蒂夫先生 稍等片刻 等复盘结束之后 二位就可以回去收拾行李 准备返回美国了 史蒂夫恭敬地点头说道 一切谨遵女皇陛下吩咐 一旁的霍华德 此刻心里激动无比 半颗丹药马上就要到手 自己的寿命 以及身体状态 肯定又能往回拉一拉 史蒂夫看到 父亲表情的前后反差 心中暗存 老爷子吃过见过 钱多的几辈子也花不完 能让他这么激动 这么失态的 估计只有夜晨的丹药了 想来夜晨肯定是让海伦娜 给老爷子承诺了丹药 估计等一会海伦娜就要把丹药给他 想到这里 史蒂夫心里郁闷不已 眼看就不知道哪年才能继位 如果老爷子还能得到其他丹药 估计自己又得多等几年 史蒂夫又不禁想起夜晨之前给自己提过的醒 丹药能让老爷子延迟退位 但也能让老爷子提前退位 关键取决于丹药在谁的手里 如果将来夜晨能够断掉给老爷子的丹药供给 把丹药给到自己手里 自己也可以用丹药作为筹码 要求老爷子提前让出家主之位 毕竟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 权力和寿命的天平就会不断向着寿命倾斜 一旦打破平衡 让位也不是没有可能 于是 史蒂夫不由在心中感慨 我以后能不能当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组长 全得看夜晨的脸色了 第3214章 果断和坚决 海伦娜与罗斯柴尔德父子的晚宴 进行到收尾阶段 夜晨和林瓦也回到了皇宫 黎亚林和安凯峰还留在数据中心 黎亚林正在与技术人员交流 如何给AON模型设定一个复杂的筛选规则 当规则建立起来之后 便让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 检索企业信息 力争把有可能承载一个死室注地的企业名单 都筛选出来 再一点点做排除法 把目标范围尽可能地缩小 夜晨不懂技术 也不懂如何操作 一而完成复杂的计算和推演 所以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而他也已经按计划安排好人 帮他解决自动贩卖机的问题 用不了多久 全世界各地的自动贩卖机 都会通过互联网 将大量视频素材上传到AON模型 到那时便能掌握吴飞燕的个人行踪 一旦吴飞燕出现 那就不只是他一个人出现这么简单 而是会带着一连串的线索 到那个时候 就能带出更多与破清会有关的信息 夜晨知道 他的飞机一般从阿根廷起降 他的基地肯定离阿根廷不远 而且他每次跨洲际飞行 应该都必须把阿根廷当作跳板 所以 待整个阿根廷机场 都在自己监控之下的时候 他的行踪对自己来说将了如指掌 夜晨回到皇宫 管家第一时间禀报给了海伦娜 海伦娜便对罗斯柴尔德父子二人说道 两位稍等 我有点事情 失陪片刻 说吧 便站起身来 优雅地走出宴会厅 海伦娜一路来到夜晨的客房 轻轻扣开房门 便见夜晨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于是便赶紧走到跟前 恭敬说道 夜先生 罗斯柴尔德父子 还在宴会厅 老霍华德盼着您的半颗丹药 已经盼得有些失心疯了 夜晨点点头 取出一颗散血就新丹 递给海伦娜 叮嘱道 稍后你把她请到书房 当着她的面 把丹药拿出来 记住 一定要整颗拿出来 等她把钱付了之后 再当着她的面切开 海伦娜不禁笑道 夜先生 您这是要让她得到半颗丹药 还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啊 夜晨笑道 总要给她一点笨头 说吧 夜晨又道 对了 你跟霍华德聊的时候 让管家把史蒂夫带来见我 我有点事找她 好 海伦娜道 那我就直接去书房 让管家先把霍华德请过去 再让她带史蒂夫来见您 说吧 海伦娜又道 您这边跟史蒂夫聊完之后 我再让管家通知我 到时候 我回宴会厅 把他们父子俩送走 再把剩下的丹药给您送过来 不必了 夜晨道 剩下的半颗 你就直接当着霍华德的面扶下 啊 海伦娜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下意识地问 您说什么 夜晨道 你把丹药一分为二 一半给霍华德 一半就自己扶下 而且一定要表现得非常随意 就好像顺手而为 海伦娜忙道 夜先生 半颗丹药就价值五百亿美元 这实在是太贵重了 不必为了刺激霍华德 就让我扶下半颗 而且我才二十多岁 扶下也太过浪费 夜晨笑道 二十多岁扶散血就新丹 能强身健体 也能异寿延年 有什么浪费的 再说 丹药并非真的这么贵重 如果卖得太多 反而也就不值钱了 若是你当着霍华德的面 把这半颗扶下 反而会刺激他 让他以后能拿出更多的钱 来购买丹药 说不定 下次再卖给他半颗丹药的时候 价格就能翻倍了 海伦娜心中依旧有些迟疑 一时间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该答应 还是该坚持拒绝 这时夜晨正色道 果断一点 海伦娜 不要总是犹犹豫豫的 这件事情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不要有任何迟疑 夜晨的话 让海伦娜心头忽然一致 他脑子里想到的 是那次夜晨失去意识 而自己 吞去所有衣服 躺在他身边的那一刻 那一刻 自己就是不够果断 就是犹犹豫豫 所以才最终 什么都没有发生 此时他的心里 忽然有些后悔 暗想 当初我是不是 也该像夜先生说的这样 果断一点 再果断一点 想到这 海伦娜心乱如麻 不由低头看向手中的丹药 又抬头看向夜晨 神情和语气 忽然都变得无比坚定地说道 夜先生放心 以后海伦娜 绝不会再又犹豫了 一定会果断到底 夜晨不知他的心里所想 反倒是有些欣慰的点头说道 你现在是女皇 受百万子民爱戴 千万民众敬仰 果断和坚决 是必须要有的品质 要时刻体现在你的气场里 让所有人看到 海伦娜重重点头 夜先生放心 海伦娜知道了 说吧 他语气非常坚定地说道 我会把半颗丹药分给霍华德 然后当着霍华德的面 把另外半颗扶下 我也会按照夜先生您说的 留下上次那三百亿美金 以后您让我做什么 我都绝不会有半分迟疑 夜晨有些惊讶于他的变化 心里为他感到高兴的同时 也不忘夸赞他道 很高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从你身上看到这么大的变化 海伦娜俏皮地眨眼一笑 随即将丹药收起 双手提着裙摆 向夜晨蹲下施力 说道 夜先生稍等 我现在就去见霍华德 几分钟后 皇室管家苏珊迈步来到宴会厅 他来到霍华德的面前 恭敬地说道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先生 女皇陛下请您一步书房 有事相伤 霍华德一听这话 激动不已地问道 现 现在吗 对 苏珊点点头 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道 您请随我来 好 霍华德开心极了 站起身 来便要往外走 苏珊临走之前 转身对史蒂夫说道 罗斯柴尔德先生 请您先在这里稍后片刻 在下稍后过来找您 史蒂夫有些诧异 不知这管家一会来找自己做什么 但仔细想想 海伦娜要见父亲 那说不定是夜晨想见自己 于是便赶紧说道 好的 我在这里等您 霍华德此时满脑子都是丹药 没多想苏珊这话 究竟有什么深意 于是 他便随着苏珊一起 来到了海伦娜的书房 见到海伦娜 霍华德便激动无比地说道 参见女皇陛下 海伦娜微微点了点头 待管家出去之后 才开口问霍华德 罗斯柴尔德先生 应该一直都在 等着我兑现承诺吧 所以她肯定是宫里面的 我 归